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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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希望在影片之后 在放出的时候 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对 可以看到我们更多就是在感情方面更加细腻的地方 对 真正的是在演一个角色 其实在演感情戏的时候 自己做了很多的功课 对 也是 小说是必须要看的嘛 也会找一些影片什么的去借鉴一下 那最主要的还是 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很重要 一定要专注 对 专注于自己演这段戏的时候的情感 对 你当时接见哪些影片可以透露一下吗 嗯 好多啊 就是比如说那些爱情片 对对对对 国外的什么的 嗯 那有没有什么一个形象是你借鉴过的 形象 比如说 国外电影中什么角色借鉴了一下 心不了情吧 对 里面的角色 对 嗯 因为出道以来你的形象都是很男神的嘛 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挑战一下其他类型的角色 哦 其实我下个月的影片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我在剧中是饰演的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角色 那 那个角色名叫毛十八 对 就是我 呃 这么长时间以来 第一个演的就是没有那么男神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很接地气的 对 那会不会觉得自己的颜值这么高 然后会阻碍一点自己的接线吗 不会吧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有很多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状态 可以让导演去挖掘 而且自己在演每一部戏的时候 都会 都会是不同的一个状态 对 不会完完全全还是老 老的一个样子吧 对对对 其实我在演影片的时候 啊 我在演 就是这种小说改编的作品的时候 我的最大的 给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就是一定要还原原著中的人物的性格 对 虽然可能 呃 观众们会有时候看 就是说 呃 毕竟是影视作品嘛 就是好多人都说 什么呃 面瘫啊 什么这种话 但我觉得对于 作品 这种小说来说的话 一定要去还原它 对 嗯 当然会有看 对 当然会有看 我曾经演张启麟的时候 就 就有看过 对 那个时候大家也会说 嗯 是一个面瘫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自己也很不想演成面瘫 但是 就是 因为看过原著嘛 那个角色就是那样的 对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话 那 也不能让自己突然就是 可能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就 加一句什么样的话 就 也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肖娜 是 这次 我演的一个非常过瘾的一部 呃 一个角色 嗯 她的人物的性格 她从前期到后期的不同的这种阶段性 她的 对于感情的这种把握吧 我觉得最后观众看的时候 应该会很甜 而且会 很小熟 嗯 还是不敢给自己打分 嗯 自己也是在尝试不同的 角色 尝试最 最适合自己的 打分这件事情就交给观众们吧 嗯 现在有些人会觉得好像 颜值高 要年轻 演员可能演技 没有那么的好 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 看法呢 其实 每个人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对 呃 可能我们都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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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